美国副总统拜登抵达四川成都继续访华行程 他在8月21日四川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表示 希望中国通过改善人权获得社会进步 但中共当局抓捕了多位计划前去听拜登演讲的成都访民 并且带走会软禁了50多人 交了美国副总统一盆冷水 拜登20日下午乘坐空巨二号飞机抵达成都 他在四川大学演讲中谈到 美中之间存在的最大分歧就是人权 他希望中国通过人权的发展能变得更自由 但维权人士认为 中共当局大肆抓捕四川访民和异议人士 阻止他们试图会见拜登的做法 无疑给拜登的希望浇了一盆冷水 有四川维权人士透露 拜登还没有到成都 当局就已经高度紧张起来了 警方向人权活动人士和维权上访公民发出警告 并禁止地震遇难学生家长情愿示威 六四天网说 至少有50人因拜登访问成都而被带走或软禁 天网负责人黄奇也收到当局警告 要他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别找麻烦 因为他是川大校友 当局明确表示 这两天不准他和其他天网义工回母校 黄奇表示 希望拜登和国际社会多了解中国的人权现状 了解他们这些民间维权者的愿景 拜登副总统此事返华期间 中国政府的打压行为不仅违背基本外交理 同时也是对拜登副总统个人和美国政府的不尊重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字面问题 放弃打压思维 更加注重中国大陆的民权改善 也希望促成拜登副总统能与中国普通公民的交流 一名成都双流县的强拆户李昭秀在19号前往成都的路上 曾被十几名政府人员阻截 他最后摆脱监控进了城 不过还是在川大门口被抓 和李昭秀一起去川大的王会告诉新唐人 另一位访民胡金琼表示 本来希望听拜登谈谈人权问题及相关法律法规 没想到险些被抓 而且还在川大校园里看到很多穿变衣的人 他对此感到啼笑皆非 成都温江区的拆迁户任恒超 从报纸得知拜登会到四川大学演讲 于是计划和20多人前去向拜登说明当局如何欺压老百姓 任恒超说 可能他们前一天的电话被监控了 当局把他们软禁在家 其中两访民分别被处以12天和15天的拘留 应该大概有20人左右 可能能够关12天也够关15天 据六四天网透露 访民甘心宴8月19号晚到拜登演讲场地观察 第二天凌晨遭多名公安闯进住处 戴上手铐脚料 在未出具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他带走 警察再三盘问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此外 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起诉 待损而获释回家的四川作家陈云飞 据说已被公安软禁 无法取得联系 德国之声电话联系到另一名四川维权人士 陈云飞 陈云飞表示 他们根本不可能直接向拜登传递任何人权方面的声音 因为在他来成都之前 很多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已经被严格监控 以防止他们接近拜登 拜登22号将结束访华行程 新唐人记者林丽、李明飞、李若林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